社會online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蔡正元蔡博士 為我們來分析國際政治經濟的局勢 那先來關心通膨的問題 這個美國的聯準會公布了 6月份的會議紀錄 那6月份當然是非常霹靂的升息了0.75 那看起來這個會議紀錄當中 似乎把這個通膨認為是一個重大的風險 而且還會持續下去 從會議紀錄裡頭大家判斷 接下來下一次會議還會再升2到3 才有辦法處理通膨問題 是這樣子嗎 因為通膨的原因還沒有消除 沒有消除他就必須要想辦法下中藥 所以他內部的討論是認為說目前初步來講 好像病症比較不痛 可是不保證不會復發 那病症還沒有處理通膨 一個到達一個滿意的水平 其實就兩個原因而已 第一個在需求面的時候 他的縮表還沒有完成 換句話說美國的以前印的鈔票 現在還是滿地腐爛 那個就像說乾掃追到處都是 隨便點一把火就燒起來 所以對於聯準會觀念來講 他當然會很緊張 他一直講縮表 縮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很明顯的成果 而且這種東西也不能縮得太快 就像一下子減肥 就會生病一樣的道理 因為你如果快速縮表的話 就很可能會造成企業周轉的問題 還有一些什麼 有人持有美元債券的海外企業的 一個負債墊高 負債墊高投資就會減少 那投資減少就會產生什麼 經濟衰退 這是一個循環 那另外一方面 二屋戰爭還沒打完 那個普廷又找個理由說 他要修天然氣管線 然後歐洲就皮皮刺 他還沒有真的開始修的時候 天然氣價格就又漲了10%了 那美國人就要乖乖的去 再運天然氣過去 那運天然氣這些私人公司 當然照新高價嘛 那國際價格漲了 那國內價格就漲了 所以通貨膨脹是一環接一環 那雖然最近美國的 這個所謂的農作物的價格 因為豐收 這個有點出乎大家的意外 什麼歐海歐啊很多州的 突然就收 這個所謂的收貨量 突然就好像增加5%到10% 所以這些什麼小麥啊玉米啊 價格就開始回落 這是好現象 可是回落還沒回落到以前的價格啊 所以他會覺得說 哎拜託啊 根深蒂固 這四個字挺嚇人的對不對 就是我的病根 還沒有完全弄好 然後這個病根的產生 那個結地的家 還沒有處理好 所以變成說還是重大風險 因為美國聯準會的關聯 跟其他 美國政府其他關聯有個不一樣的地方 美國聯準會的關聯 都是在金融業 或者是在經濟界 已經有很高威望的人才進得去 有個好處啊 美國的 這個總統也好 或者他們任用聯準會的 這些所謂的理事們 不像咱們台灣會亂派 咱們台灣是有點政治酬庸 不管懂不懂 這個在報紙上寫個兩個臭屁文章 都可以當中央銀行的什麼 什麼理事會理事 這是很誇張的事情 那還好台灣的這個中央銀行的總裁 他一向就是 不管哪一個人當總統 不管亂用政治酬庸 或者用小英的男孩們 不敢 或者用馬油油們都不敢 都一定在中央銀行 已經經過長期歷練 就像說你是個臨床醫生 證明你已經看過幾萬個這個病例 才才能當中央銀行的總裁 那總裁經常是一言九鼎 那其他理事比較不會講話 因為他們覺得 我跟你比較差一截 所以有這個好處 但這個還是有高風險 但是美國的政府官員 你可以跟商務部的部長亂來亂用 然後什麼其他的部門很多官員都 你聯合國大使嗎 你捐我的錢我給你當聯合國大使 都這麼胡搞 但是美國的好處 聯儲會的官員 用的比大法官還謹慎 會考察你的資歷啊 會不會被市場認同啊 這個絕對不敢亂用 所以他們為什麼在美國的可信度的觀念裡面 現在都排行榜比美國總統還高很多 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 竟然診斷說有重大風險 我們就要把它當作重大風險 這是真的 所以接下來會繼續升息 而且幅度不會小 以目前看似應該是 因為美國通貨膨脹還維持在很高檔 很高檔 他已經升息 美元已經升值這麼多 他還通貨膨脹 照到你美元升值的時候 他進口貨品就怎麼樣 很自然的 進口貨品價格就降低了嘛 也可以壓抑通貨膨脹嘛 可是他目前這個現象還沒有很顯著 所以他會產生 構成中的風險 所以還會繼續升息 對啊 那當然這個通膨 當然除了美國之外 當然全世界各地也都有多少有通膨 那中國大陸應該算是這一波通膨裡頭 比較和緩的 但是最近呢 這一個發改委也開始處理租價的問題 因為6月的這個CPI 那可能也是破2.4% 所以中國大陸也有面臨部分的通膨風險嗎 中國大陸是過度謹慎 通貨膨脹2.4% 在我們台灣是常識 我們已經3.59%了 我們已經很久沒2.4% 2.1%了 然後他把它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在處理 這表示他很關心庶民的生活 因為是豬肉 因為CPI的統計就是平常生活的物價 他不會統計那種說 什麼Tesla汽車啊 不會統治 奢侈品 Tesla汽品不會什麼 Chanel化妝品都不在這裡面 這是一般老百姓生活用品裡面統計 所以他很關心這個 比如說我們台灣政府官員已經3點多了 他還覺得好像沒什麼關係一樣 老百姓薪水沒有增加3點多啊 這才是問題所在 那豬價 大陸上的豬價是比較特殊啦 第一個豬要吃這個所謂什麼 什麼進口的很多的什麼玉米黃豆啊 之類的東西啊 那養豬需要這種食品 那現在中國大陸就做一個辦法 就說因為以前庫存很多 庫存很久了拿下來先給豬吃 所以庫存很久的價格就低 所以用這個方式第一個來穩定的豬價 因為 中國不是吃牛肉的民族嘛 中國人是吃這個 豬肉的民族嘛 像我們台灣人啊 這個豬肉跟牛肉的食用比例大概7比3 7成你不要以為大家吃牛肉麵吃很多 實際上我們豬吃的比較多 7比3 所以他等於是這個漢民族應該講說 大概漢脏 都是耶 漢脏都是吃豬肉 除了少數的維吾爾族人啊 他信仰回教不吃以外 基本上這個 中國人不管哪一個主 都是以吃豬為主 蛋白質的來源 那你這個玉米啊 什麼這些什麼 黃豆啊 很多東西是進口的嘛 因為中國大陸在這方面 把舊的貨倒出來養豬 那買新的貨盾的給老百姓吃 因為人吃的品質 一定是比豬吃的品質要高很多嘛 好啦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大陸上很多豬商 看到說 國外的豬價在漲 那是國際上的豬價在漲 所以他本來說 很多豬啊 到了什麼時候 可以交給屠宰商 到市場上去賣的時候 因為大陸上養豬歸養豬的 屠宰歸屠宰的 賣肉歸賣肉的 他是不同體系 沒有那種什麼一貫座位的 像美國是一貫座位的 大陸上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養豬人看到豬價會漲 他寧可多養一個位 他發現說肥料不貴啊 我多養一個位 可是我可能豬價會漲更多 這種預期心理的豬價上漲 使得豬價的供應量減緩 那供應量減緩了以後 市場的需求 現在的風控解除了以後 大家吃便當啊 吃豬肉吃豬排啊 所以需求量突然間上升 然後供給量看到會漲 又不提供 所以法改委只要出手了 把那個豬商找來 大盤豬商找來 欸兄弟們啊 豬不要再養了 趕快拖出來宅了 要出貨量 你要比照去年 共產黨有這個本事 美國就沒這個本事 那所以用這個方式 不斷的想要把豬價穩定下來 因為豬價穩定下來 相對的 會壓迫其他的肉品 肌肉什麼東西 價錢就不會跟著漲 因為你豬價漲 肌肉也會跟著漲啊 然後肌肉跟著漲 羊肉也跟著漲啊 所以就乾脆先從豬價下手 因為畢竟羊肉的比重沒有豬那麼多嘛 肌肉以中國大陸來講 也沒有豬肉那麼高 所以先把豬價穩了 那穩了豬價以後 CPI的其他的食品 相對就會穩下來 那食品類一穩下來的話 你剩下都是什麼 就是什麼衣服啦 交通工具啊 汽油啊 燃油啊 那另外再想辦法 所以 我必須給法改委高度的肯定 對症下藥了 不像我們台灣很多的豬價在漲的 我們的農委會主委 他說他正在確診 這個 居格當中 他說那你不要吃豬 你先吃別的 這個太誇張了啦 太誇張了 所以 官員對問題的反應 跟解決能力的速度 是一個控制經濟 管理經濟是否有效很重要的因素 當然這是中國大陸解決通膨的問題 不過剛剛這個 蔡博士也講到有關於大宗商品價格 包括了這個美國的這個農產品 突然大豐收 所以呢大宗商品的價格 包括了能源 石油最近也往下走了 那這些大宗物品能源的價格大跌 是不是代表 其實整個通貨膨脹壓力已經見頂了 沒有 快要解決了 沒有 這個應該加個期貨價格 它不是現貨價格 大宗商品的期貨價格 因為它已經漲翻天了啦 所以要回跌 那回跌其實上有 你說也沒有回到以前的水準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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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沒有 因為這個是以前的標準 那你看到這個油價好像有跌到這裡 天然氣還比較高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期貨價格 不是現貨價格 現貨價格可能還在高檔 還在高檔 那我跟他解釋給他聽 因為美元上升了 所以很多國家窮的人 他必須要減少用油 就像美國以外 需求減少 對那價格漲的需求減少 買天然氣需求要減少了 本來你一天用幾度 現在早幾度了對不對 然後 所以呢 因為看到了美元漲得太兇了 所以國際上 你對於這些大宗物資的需求量 會受到價格的約束 我收縮 那收縮的話 就期貨的投資者來講 他就會把資金撤出大宗 這個商品市場的期貨價格 轉戰到金屬 銅 鋁 你看這個銅價好像從來沒漲過 對不對 會轉進到銅 鋁 鋼 鋼 這種金屬類的 因為金屬類的這種期貨價格 跟這些大宗商品 的期貨價格是兩碼之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這樣的一個價格市場測出 要來買進這個價格 比如木材價格 所以你意思說 現在要去買這些金屬了嗎 我們這個是 蔡老師分記師 不是不是 股市 對啊 我們的股市節目 通顧節目 通顧老師 所以你看 這個通通沒有漲過的期貨價格 你如果給投資者 你發現漲多了對不對 你賺了嘛 你就把它賣掉 賣掉以後轉戰 買這些從來沒有漲過的 所以它是一個資金的交換 資金的交換一賣的話就跌下來 對不對 因為基本面變動不可能這麼快嘛 可是一天的話如果有大批的 好像最近撤出一千多億美金 從這幾個 幾個期貨價格賣掉 特別是這個什麼 這算是天然氣嘛對不對 他發現天然氣漲了 需求量縮縮了 所以趕快賣掉 因為這個賣掉不表示天然氣價格跌 而是天然氣不再漲了 所以一賣掉的話 資金側進來就轉戰可能木材 什麼開始什麼 或者暫時動在這個美國的國債上面 這是一個金融操作 這個叫做期貨投資的金融對沖 這並不代表真正實體經濟的問題解決了 不然聯邦準備一行官員的緊張死亡 他只要看期貨價格就好了 他現在說好像有效 可是有效問題 這些東西也是老百姓的需求量很大的東西 對不對 玉米漲得對老百姓生活很大的影響 對不對 你看玉米一向的幅度 大概這個算是什麼 這個算是小麥 對不對 小麥有漲的 因為小麥就是烏克蘭 跟什麼俄羅斯的問題 所以大宗商品 能源的這個期貨價格的走跌 並不代表通膨的問題 金融操作交易 所以只是一個表象的狀態 不過你剛才講到就是 美元已經漲成這樣了 那為什麼還沒有辦法處理這個通膨的問題 美國的通膨的問題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 美國的通膨問題配的是經濟衰退 很多人都說這個經濟衰退循環 應該是跑不掉了 但是呢 中國六月份的這個服務業P&I 強勁的反彈到54.5 所以中國的經濟下半年 拜登說他要贏過中國有可能嗎 可能性 可能要在拜登晚上做夢的時候 比較容易實現 這個是服務業 還不是整個產業 原因是他今年的 有關疫情的封控 曾經跌到20左右 那現在反彈回來到54 這個已經是非常好的一個數字了 我們這個所謂的PMI就是 採購經理人指數 P是採購 M是經理人 I是指數 那他會去調查所有大企業 或者中大型企業裡面的採購經理說 你這個月你準備下單買什麼 因為太早的話 採購經理不會下 一個月內大概很準 那他會告訴你說 我的下單量增加多少 分門別列什麼物品 那下單量會增加多少 所以統計根據比重就是說 你如果預期的 因為下單量表示還沒到過嘛 可是你下單量一增加的時候 對不起啊 就是表示說你企業在擴張 下單量如果減少的話 表示你企業 整個企業體系在收縮 那這種採購量是包括原物料 包括機器設備 反正很複雜的一個統計的一個過程裡面 有包括投資的 有包括企業消費的 多都有 那這樣的一個採購量 比如你是 Uniqlo的採購經理 那你突然間 對你的上游廠商下單 就表示你發現說你的各商 各個店頭裡面的存貨都沒有了 銷得很快 所以你才往上游下單嘛 所以這個也可以 不用等到你發票統計出來以後 才知道你營業額增加 所以這個等於是先行指標 那這樣的一個一個強勁的反彈 就代表整個中國的封控結束了以後 消費量跟投資量都在增長 那他以用他統計是用50做標準 50以上表示擴張 50以下表示收縮 那越往下 比如前段時間好像幾月份 到20的時候 表示他收縮的很厲害 那因為大家關在家裡不能上班 清零封控的時候 對啊 然後往上的時候就表示說 現在已經在擴張 而且擴張%是4.5%的擴張 這個這裡反應4.5%到終端一定超過6% 你可以看得出 所以代表疫情之後的經濟復甦 目前的發展是正向的方向發展 而且現在他們的那個 比如服務業裡面還有航空業 還有運輸業 現在都快速在增長 他們那個鐵路運輸 公路運輸 都完全恢復 這部分在任何國家裡面 都占很大的比重 而且航空業他們現在也在復甦 包括 航空業不要只想要客運 想要貨運 所以都在快速的一個增長當中 那比如說你是 你是航空公司的採購經理 你一定會想要採購什麼 原汽油啊 你要採購很多的物料啊 要不然維修人員說沒東西 然後櫃檯人員說你的紙張不夠 對不對 很多機票運輸不夠 他通通要去整理嘛 所以電腦系統要換新啊 都採購經理在幹的事嘛 所以這個東西表示 你看2021年7月以後 最高什麼意思 因為2021年那個時候是 疫情很緊張的說嘛 其實 一路都很緊張嘛 不是說最近才緊張啦 所以這個代表拜登的夢 今年是無法實現 有夢最美 不過對於美國來講 最近大家比較關注的這個數據是 美元指數的暴漲 現在應該已經有道歷史新高 已經創了20年新高 至少對人民幣的這個部分 所以不管是對人民幣 或者是我們看到對歐元 歐元已經跟美元的對話 已經是10年新低了 對歐元來講是10年的新低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日元也是一樣啊 就是說這個美元指數這麼高 那可是卻沒有辦法解決美國的經濟問題 那這中間會發生什麼樣後續的連鎖效應 美元指數升高 我跟大家解釋 任何一個貨幣的升高 就是看兩個數字 就知道它會漲跟跌 第一個就是貿易的順差跟逆差 當你貿易順差就表示你資金內流 那你自己的貨幣就會漲 比如說我們今天順差很多 台幣就會漲 或者有抗漲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金融順差跟逆差 那有人用不同的數語 金融就是我跟貿易沒有關係以外的資金流動 我通通把它稱作金融的順差跟逆差 那比如說你有外商投資台積電 他把台積電的股票在台灣市場上賣掉 那他收了新台幣 然後就匯成美金出去對不對 所以台幣不是就產生順差了嗎 那如果說有很多台灣的企業 把海外的工廠賣掉 然後美金拿回來變成台幣 那這個就是台幣跟美金之間的這個順差 所以順差逆差金融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裡面不只是說股票 還有投機 比如說我借美元買台幣 我借台幣買美元 去賺這個順逆差 這種外匯投機的操作 那好聽一點叫做什麼 叫做對衝 難聽點的投機 那金融的順差跟逆差也會扮演著什麼 扮演著匯率變動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經常各國的中央銀行 就是在金融順差逆差中間操作 因為他自己也會買賣外匯來控制這個匯率 那人民幣在全世界裡面這一波美元暴漲 就是因為美國在台外的投資 他發現美元的利息增加了 他乾脆把在海外所持有的各國的債券賣 要戳回美國 那也把很多的股票賣掉 他覺得經濟不好 各國的股市不會好 所以殺掉台積電 台積電從600多塊現在被殺到400塊了 那殺掉以後把資金籌回去 這個等於是美國這麼做 可問你 你看到美國人這麼做 你台灣人會不會這麼做 一叮大刀就這麼做 跟著他 不是跟著他 搞不好還超前部署對不對 那你以為台灣人這麼做 請問你 新加坡人會不會這麼幹 中國人大陸人會不會這麼幹 大家都這麼幹嘛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情就越走越快 都越走越快 所以這個表示說 很多資金都緊盯著想要賺美國利差 突然間增加的那一波力道 可是不表示你会去买美国的股票 他连美国自己的股票也杀 杀了以后去买美国债券 都会 所以美国股市不是跌的大糊涂 因为大家看到股市不会涨了 所以只要不会涨的东西 大家就能不能砍 所以这个情形的话 美元一直涨 可是美股一直跌 各国的股市也跌 各国的货币也跌 这个叫做金融 各很多地方产生金融逆差 那这个美指甲表示美元的指数 或者这个创新高 那人民币为什么只有小幅抗跌 小幅下跌就表示抗跌 他受到他的影响比较小 对就表示说 第一个他有贸易顺差 撑着 所以这个人民币的这个贸易顺差 是正向的 而且搞不好很多 第二个人民币的金融顺差 又没有很大的影响 就是并没有很多人 把大陆上的财产卖掉 像这个台湾的很多绿媒讲 哇大家离开大陆 把工厂卖掉 股票卖掉 撤到哪里去 没有 所以因此人民币的下跌的幅度就很小 所以有相对抗跌的作用 那这个作用有助于 他未来很多国家 要把人民币当作外汇准备 就是一个很有公信力的一个货币 你中央印象囤了一段外汇准备 你总不会把它囤一些 说我会跌得很凶的吧 囤什么意大利的 还西班牙的 就很惨了对不对 欧元现在就很惨 那现在所以说这个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也是有个洲际交易手 就是intercontinental的一个交易 在做统计 他对几乎所有的货币都大厂 就是这个原因 那连欧洲人都卖掉自己的欧洲股票 卖掉欧元的债券 然后去转抢美国的 都是欧洲银行 不是荷兰银行在干这种事啊 所以变成说你欧盟又不敢大幅度提高利率 就像日并没有提高利率一样 那你利率就是利率政策分歧 发现美国的利率涨的比较凶 其他各国的利率涨的没有那么凶 那相对之下大家抢短期利差 一波过去的话 后面就跌了嘛 所以全世界都在做一样的操作 大家都去抢美元的利差 所以不要以为是美国们抢而已 台湾人搞该更多 所以呢欧元就不断的被贬嘛 那日元也不断的被贬 那这对于欧洲跟日本的经济来讲 不是雪上加霜 这是机生蛋单生机的问题啦 为什么我要抛到欧元的金融投资供给 欧元的股票啦 欧元的债券 我为什么要抛掉这个东西 欧元的债券要抛掉 就恶物战这马 那你不是每个人都 我今天要给乌克兰多少钱 明天给乌克兰多少钱 那我是投资者我看 你政府没钱了 对不对 一定是这样想嘛 那你挺乌克兰 我要不要跟你挺乌克兰 我才不干啊 对不对 不是不干 欧洲人自己都不干 政府干他的 然后老百姓 企业界 对不起 先跑再说 所以怎么样 这个精神上是拥护乌克兰 行动上支持美人 赶快抛欧盟 所以这种相对之下 西德今年创下很严重的贸易逆差 这德国是什么国家 从来没发生过 对啊 这个就表示什么 因为他的什么天然气价格大涨 他必要买很多的天然 更高的天然气 光这样一来的话 他把他出口汽车 钱都都压进去了 所以 宾市老板也很生气 我拼了老板卖汽车 卖到全世界卖得这么好 你一个能源价格一涨 通通把我吃掉了 贸易顺炸通通吃掉了 你搞不好宾市老板 自己就去抛欧元 一定是这样想的 所以强势美人 在欧元又不敢 把利息同步拉得像美国那么鸡肋 那问题就叫货币政策分歧 你利率上升 我欧元利率要更上升 上升幅度不一样 就表示我货币政策分歧 那日元更惨 日元它还下跌 那惨了 那货币政策分歧的话 就产生金融市场上的套利空间 这个日币下跌的话 我搞不好就借日币啊 我用借的 我不用买了 我借日币 借到以后 换美元去炒美元 那等到美元涨得差不多 回头来还日币 那你不赚到钱了吗 他就是玩这个游戏 所以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猜测说 各国中央银行明天要干什么 能干什么 对 每个中央银行都是投机单位 你要不这样想 连他自己都干投机的生意 为什么 我们台湾的中央银行也都看到 日币会生哦 赶快囤日币 我们囤了不少 赚了不少 真的是这样子啊 那你以为台湾的中央银行会这么干 你新加坡不会这么干嘛 所以这些央银行都是操盘机构 都是 都是 不要以为不干这种事啦 都会干这种事啦 对不对 因为他保护自己的外卫存体嘛 他这样子的外卫存体的总 总价值一直往上升嘛 比如美元在跌的 你傻傻的抱着美元 抱那么多 那老百姓问你说 你这中央银行怎么干什么 这笨蛋对不对 对 美国连准备 准备一样照常干这种事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比重大小的问题啦 不会没有不干的啦 因为有时候他测市场也需要 而且中央一测市场的交易量都很大 以前我在华尔街服务 就怎么跟联邦准备一样对坐 就是干这种事嘛 所以欧元现在会 疲落一段很长的时间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二战争不结束 欧元的疲落很难反弹 所以就是也有人说一个笑话 就是说那欧洲让自己的经济衰退 衰退之后呢 就对于石油跟天然气的需求就减少 需求减少呢 就可以让俄罗斯的这个卢布 以及他的石油的能源就往下降 因为没有这个需求了 就是伤自己来完成制裁俄罗斯的大野 问题就是说 你的人饥饿水准在哪里 这先搞清楚的饥饿水准 那老百姓如果掉到饥饿水准太多 就把你政府给推翻了 那管理三七二十亿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乐观 现在俄罗斯只是测试一下 普丁塞有够坏啊 他说我要修天然气管线 暂时停工两个礼拜 已经把欧洲市长炒翻天了 天然气立刻又飙涨了 对啊 那不过除了这个欧元之外 日元这件事情 日元已经跌到一个 大家觉得非常令人惊讶的水平了 可是有人说还不够低 还会继续跌 这是合理的判断 真的吗 还要继续跌 因为两个原因还没有解决 他不完全是刚才我讲的 利差的金融操作的问题 或者所谓的金融逆差顺差的问题 他是有贸易顺差的问题啊 他的贸易逆差是很严重啊 第一个石油涨了 日本没有产石油 天然气涨了 日本没有产天然气 那最近日本得罪了俄罗斯 俄罗斯又把他的什么沙林 什么什么天然气田给封了 当然会讲很多理由 什么我改变公司结构 废话就是把你封了 封了就表示 日本的天然气供应量少10% 因为那个地方占日本供应量10% 有人说8了有时候9了 有时候11了 不管他我们简单讲就10% 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么专利讲这个问题 就是那边占10% 你想想看 突然间18的天然气供应量不见 你要不要配极啊 不配极的时候价格都涨上去了嘛 所以第一个 顺差的原因 第一个日本逆差的 贸易逆差原因就是能源 没有第二个理由 第二个更惨的 你记不记得 你比较年轻 我年纪小的时候 买比较高档的电子产品 一定是日本的什么 Sony 山羊 Toyo 都是买这些 机车就不是买富士机车 都是买日的 对不起我告诉大家 经过这指引人的发展 日本电子产品已经逆差严重了 买手机有没有日本的 没有 你有去买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修理Sony 你有没有买Sony的 没有 所以他在日本市场都活不下去 要么就买小米的 要么就是买三星的 要么就是买Apple的 对不对 所以日本的电子产品是非常严重的逆差 能源电子产品都逆差了 日本还要卖什么 卖稻米 卖寿司 他的车子应该还行 不是 日本现在还有车子吗 应该还有吧 Toyota这些车子 现在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 根本不是这些燃油汽车 成长速度你看得到的 全部是电动车 而且你看美国福特的改做电动车 日本自己搞错路线 日本这个我要收收丰田Toyota 他就很兴奋的说 我们超前部署 我们不用电池做电动车 我们做轻能源做电动车 但是全世界现在还不能接受轻能源 可能到孙子那一带吧 所以他现在就惨了 所以日本的汽车产类也惨了 日本的造船产类也输给韩国跟中国大陆 现在韩国大陆不要讲说什么航空母舰 他造的船 像我们长农最近挤的订单的船 都是在中国大陆做的 为什么又好又便宜 交期又准 那你轮程公司不是要这个吗 那日本的船除了是特殊特殊的船 要不然的话 比如什么装化学油槽 但是又贵 交期又不准 那品质也不像以前 大家提到日本货的品质一把兆的 问题还是重重 然后再来日本的营建业 那就更不用提了 以前我谈到日本营建都输大拇指嘛 现在日本营建的总量品质都输给中国大陆了 日本在国际上承包很多营建工程都被打枪了 不要讲别人 日本就是用政治力量去拿到印度的一条高铁 搞到现在像烂摊子一样 盖了十公里 对 你这个太夸张了嘛 表示它的整个体制出了问题了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贸易逆差 再加上刚才我们讲的金融逆差 日元跌到底了没有 还没 就是嘛 除了你看到说贸易顺差有反转 但是日本现在没有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 目前看起来是怎样 还有它有一些比较化学品的原料 它还是有相当大的竞争力 但是问题在经济萧条底下 那种比较高档的这种化学品 大概需求量会比较差一点 现在连日本最强化妆品资生堂 那竞争力都很吃力的 你可想而知嘛 它以前在中国大陆 是是吓吓叫的 然后日本跟中国大陆搞不好 资生堂都一夜之间 从中国大陆店面几乎消失了 所以你看看 连化妆品都输给欧洲的化妆品 因为大陆人现在能买欧洲的化妆品嘛 而且还有台湾的 那个什么自然美卖的下下轿 所以你就怎么办呢 对不对 这个就其实也不能怪日本的厂商 就是政治因素延伸到的那种 这种民间的矛盾 那所以日本的逆差的问题有多严重 如果你投资者你看不到底 那有人讲说 哇日币现在很便宜 赶快去买 金旅游可以 旅游很短暂金的 去买日本的房地产 有人警告你还没跌到底 对这个蔡大师告诉大家 现在千万不要碰日本的资产 但是到底应该不太远 日本大概不太远 不要以为现在就是便宜的 不过讲到这个竞争力啊 就日本现在没有特别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那台湾现在护国神山啊 当然是台湾现在唯一最大的希望 不过最近台积电的状况蛮惨的 就是刚才你也讲说 这个外资把它当成体管机 600多块已经掉到400多块 这是一个股价 另外呢 三星最近呢 这个公布了3奈米制程 所以它超越台积电了 那三星台积电 Intel 这些都是在半导体上面的竞争者 那台积电最近是落意机重重 甚至连这个重要的 这一个人才都被挖角了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耐心听一下 半导体的制程基本上两大类 但是我们先讲这些都同属 叫矽晶半导体 另外一类叫化学半导体 化学半导体 台湾现在大概独树一次 但是没有人知道 矽晶半导体 你要报名牌了吗 那一家公司叫文帽 那因为它是化学半导体 跟这个它不是用矽晶元做材料的 那个是做5G 6G用的 那这三家我再介绍 其实半导体是有很多电晶体做成的 那个电晶体叫场效电晶体 叫Field Effect Transistor 叫FET 不管哪一家做的 它的基本原理的原件就是场效 运动场的场 效果的效 Field Effect 电晶体 电晶体就是Transistor 这是FET 然后要把这个场效电晶体做出来 第一代叫金属氧化物场效电晶体 那听懂吗 你那台机列上过班是吧 我年轻是念公尺 我担任过他们一个关系企业的 一个半导体公司的总经理过 那是插花的 临时失业找个工作做 第一代叫做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那个大概可以做到28奈米 这更稀一点就没办法了 因为会产生漏电 很多什么浪费能源的问题 然后第二代叫骑氏 就是骑就是鱼的那个骑 因为它做起样子 像一个骑 那个叫什么 一个鱼骑的骑 叫骑氏 厂效电晶体 第二代 那第二代大概可以做到5奈米 或者3奈米 5奈米左右 5奈米左右 大概做5奈米左右 这是进步的幅度很大 第二代 第三代叫GAA 这个骑氏叫FIM FIM不是骑吗 FIM FET 第一代叫MOS FET FET就是厂效电晶体 叫做金属氧化物 METAL 什么Oxygen 什么大堆的 第二代叫骑氏 厂效电晶体 第三代叫GAA GAA叫GATE 就是阀 阀门的阀 GATE All Around 就是全环式的一个砸门 砸棋 中文翻译很多 就是GAA都对了 GATE All Around 也是厂效电晶体 第三代可以做到什么 3奈米跟2奈米 最稳定大概3奈米 当然下一代已经出来 但是没有人生产 第四代已经出来 可是没有人生产 我们先讲第三代 台积电现在的主力 还是骑氏 第二代的骑氏店 做了下家教 无论是粮绿供货 这种半导体 把这个电晶体系在一起 其实就是 我生产的速度快不快 粮绿高不高 然后我能不能如期检验供货 因为你做那么多 量那么大 你要检查有没有效果 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事情 那台积电一直都是在 这个所谓FINFET FINFET是骑氏 骑氏厂销电晶体里面 不管在制程成本各方面 都领先群雄 所以他有一个黄金时代 那黄金时代就到今年 到今年而已 到今年 不是看衰 而是说他的制程 台积电也懂了 也懂了第三代的 他不是不懂 他也会做第三代的 那可是他第三代的制程 是排在比较未来 那三星在 这个所谓的骑氏 这个厂销电晶体输给台积电 成本两率都输 所以他的利率空间比较小 但他也有能力做 不是没有能力做 Intel也一样 就是台湾工程师别的不会 就是有博士学位 愿意待在那个工厂里面 穿了24小时 这样去找问题 弄弄弄弄弄 他们本来会有很大的影响 量率很大的影响 那Intel也是这样输在台积电 所以在FINFED 这个第二代的 这个电晶体里面 厂销电晶体 台积电领先 而且领先的很远 那其他的都被腰要丢到后面 但不表示他们技术不好 是大量生产的时候 没有那个能力 会做但是没有效率 效率的做 对是这样子 好 好那接下来那三星想说 我FINFED 这骑士电晶体我输你 我先搞GAA 大家都会搞 但是现在问题 三星在这里面能不能达到 因为你下单的人一定是什么 你到底量力能不能达到90%以上 你不要搞个80% 一块经元只有8成 那我成本能用8成 去负担100的成本 那我去卖的话效果就不好 而且什么 你讲好了一个月给我交货 就你弄了老半天 因为机器这里出一点问题 那里出一点问题 哇你给我拖两个月 我倒腐就不用了 我已经在上面公告 明天大家来买面包 就工厂面包还不出来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三星是自信满满 那台积电来看 GAA第三代的你那么行吗 他宣称已经领先台积电了 我跟大家讲 在实验室做的时候 大家都领先 因为实验室是一个规模小 可是当在正式大量生产的时候 那个环境跟实验室完全不一样 而且生产量越大 要去控制的变数更多 更难控制 台积电强强在这里 不是说每一样技术台积电都很强 大家都有很多误解 所以三星觉得他有办法大量生产 那我是觉得还要拭目以待 这种东西 分架鬼不一定就好 可能是碰轰的 不 我不是他碰轰 我还没看到嘛 show me money 那India他觉得有办法 如果你们大家都在厂销 第三代的你能够打败台积电 那这种国际市场就是赢者 获得奖章 那我们恭喜他 那就台积电加油 台积电觉得第三代他还没有十足把握 有技术 但是真的要控制到一定的成本 那你如果没有到一定的成本 这些半导体的设计公司 比方高通这些 就不愿意下单给你嘛 为什么他赔你冒这个险 他顶多下个小单 下个小单你一天不够 你成本不够啊 你工厂一盖下去几百亿 对不对 有时候还上千亿 就定单 有饿一顿保一顿 这个也不是办法吧 所以先进制程争霸战开达 圣物关键怎么观察 不必观察 坐在家里睡觉 看谁开出来的量能怎么样再说 所以现在台积电还没有迫切的危险 是这样吗 对目前是没有 因为第三代即使出来 在两三年内 大概说要抢占很大的市场都很难 台积电也有这样准备啊 他好像订在203几年吧 因为他现在很多的这个第二代的厂 产能都满宅 每年都在数钞票 可是只是股票被砍整个快断头而已 所以不是代表反应基本面 就是台积电现在的股票被砍 接近一半 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是金融方面 金融主导 因为很多买台积电的投资机构 都是很低档进去的 大概都在300多块进去的 那他现在觉得发现 台积电在目前的环境底下 台湾股市涨不了嘛 台湾股市涨不了 你光一个台积电什么用呢 那当然我先砍再说嘛 那先砍就从600 500 400 搞不好要破400 蔡大师又预言台积电可能要破400 因为金融状况不稳 不是台积电本质有问题 不是台积电基本面有问题 那另外刚才讲到就是日本啊 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发展 虽然他汽车产业本来很强 但是因为压错了 这个未来的趋势 要发展这个氢电的 科技厂商压错了在手都有了 不过这个很就影响到整个产业 在全世界的竞争里 那现在呢比亚迪超越特斯拉 成为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冠军 这代表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产业 已经领先美国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 我们要谦虚一点 我谈到比亚迪上个字 我要佩服一个 美国的投资大师巴菲特 当比亚迪还是一个小公司的时候 当然也没有很小 现在比是小的不得了公司 他就花很大钱投资比亚迪 他现在不赚了多少 巴菲特先生 恭喜 太厉害了 我当时也没有看出比亚迪 有今天的风光的伟业 他是十几年前都看出来 所以你不能不佩服 他比那个索罗斯啊 比那个 这老先生已经80岁了 这个实在是 人天生就是一个投资大师 你真的拿到没办法 他投了很多钱哦 他现在是比亚迪的最大股东之一哦 他股票还没有出货哦 还在手上 还在手上 他已经配了多少股了 现在就是说 做汽车的量数 他超过特斯拉 但是 他的总价没有超过 因为他车子是比较便宜的 整体的产值 特斯拉卖一台 搞不好他卖两台 所以汽车销量冠金 不表示汽车销售额冠金 所以还没到那个地步 那我是觉得空间还很大啦 还很大 因为 并不表示每一个人都要去买那种 那么贵的特斯拉 当然特斯拉现在引领之道是沙甲 那沙甲就是要规模扩大 但特斯拉前段时间 因为他工厂在上海嘛 上海封控 所以他的销 的产量受到影响也有关系 那这个人也很衰啦 他在美国的工厂 每一家工厂都有问题 马斯克 整天忙着火箭 忘了他的工厂有问题 还有忙着生小孩 最近又多了两个 恭喜恭喜马斯克先生 他又要忙着买推特 他又买那个什么 比特币赔了屁股 现在重点是说 他的产量是有点的问题 那上海工厂没有问题 可是欧洲工厂 美国工厂都遇到了问题 那这问题一下子也讲不清楚 但是这是马斯克先生 要去面对的一个 除非他有很强的 这个助手 或总经理总裁帮他管 不然以他现在东忙西忙 我担心特斯拉很快被淘汰 淘汰会不会讲的太严重了 因为美国的福特也在跟他拼啊 就大汽车厂也开始做电动车 对啊对啊 而且美国福特现在在美国市场上 欧洲的福斯 美国的福特大家都在做 福斯在欧洲卖的比特斯拉好 福特在美国卖的比特斯拉好 然后比亚迪在中国卖的比特斯拉好 我老天哪 他真的早快来台湾了 他是全世界统计他最好嘛 对不对 可是各个市场上 都有人比你强了嘛 所以我 那个马斯克先生 为了你的股价 你看你可不可以少管一些垃圾事情 还管到乌克兰去 你会不会太闲了一点啊 所以我是觉得比亚迪的成长 未来会喷气式的成长 这是没办法 因为他掌握了电子的技术 电机的技术 他虽然以前做汽车不懂什么变速箱 不懂的那些什么汽油引擎 他现在用发动机就更不用了嘛 所以这方面我会判断说 比亚迪的前景看好 今天蔡大师真的是报了蛮多的名牌 那从这个大众 不用当作名牌 我只是分析加判断 不要误解 这个大家要自行判断 不要投资有赚有赔 都不要怪在蔡大师的头上 不如怪平秀琳 我在说你 好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要加入会员 另外订阅按赞 分享设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